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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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五期新聞王 我是徐俊相 帶你挖真相 今天這個小時節目 我們要帶您前進 台灣中南部的鄉間 找尋一段又一段的台灣傳奇 為什麼呢 這些秘密的高科技公司 他們擁有世界一等一的技術 所有簡單來講 世界頂級的跑車產業鏈 都藏身在我們台灣的鄉間 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這是英國女王的Jaguar 我們可以看到是 貝克漢足球金童的Range Rover 還有德國總理梅克爾的Benz 我們看到這些迷的車 簡單說一言以蔽之 如果沒有這些台灣公司 一等一的世界技術 他們的車子通通跑不動 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要帶您一步一步來了解 我們先來介紹 今天參與討論的幾位來賓 歡迎蔡總 歡迎建華 歡迎光輝 歡迎趙華 很歡迎建源 好 同時在我們節目當中 今天為大家邀請到的 很高興是 陳先生跟黃先生 兩位呢他們也帶來 你有沒有看到 整豆白甲很豐盛 我們要來看看 為什麼一個曾經 月入五萬到九萬 這麼高收入的年輕人 毅然決然要投入賣 這一桌子的料理 通通都跟臭豆腐有關 他們的決定 他們的獲利 他們想要做跟理性的成本考量之間 想清楚了沒有 保健的坦嗎 今天一併要來關心 所以一開始 我們要請蔡總 來帶我們前進 這一個又一個的台灣傳奇 第一個要來挖的這個地方 藏在雲林的馬鈴薯田 小新的老闆石成澤博士 是 一手打造了台灣的一個奇蹟 對 我們看一下 是 全世界的政商民友 都是小新的客戶 哇 鼎鼎大名 英國女王耶 哇 德國總理梅克爾 梅克爾也是他客戶啊 足球金童貝克漢 是 哇 這個更帥了 007的男主角 你看看 但那種克雷哥 007男主角開著那個超跑 裡面滾啊滾啊 用的是超新的輪圈 冷圈我們台灣沒人台灣的耶 這個更厲害 他自己就是坐車的 Tesla的這個執行長 馬斯克 原來他也是超新的客戶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 第一個台灣傳奇 超新做冷圈的頂級的輪框 本來以為說在冷圈就冷圈 坐起來車子跑就跑 他到底精緻到什麼程度 讓這個一等一的大客戶 都跟他做生意 這個就是輪圈 這個就是輪圈 輪圈就輪圈嗎 全世界最貴品質最好的輪圈 就是在台灣 巧新生產的 他坐落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雲林斗六的科技工業園區 然後他賣的這個輪圈的話 北到挪威 南到智利 哇 你看這個版圖多帥啊 你看 我現在聽到這間工廠 Location是雲林的馬鈴薯田 批出來的這個工廠這個園區 你看看 都非常國際化 德國國旗 美國國旗 英國國旗 採你這些 老闆說什麼 今天你當一個大客戶來 我們就升什麼旗上去 旗桿都快不夠升了 不過啦 因為他客戶 不僅全球這個名車 都是片級全世界 所以有時候客戶來了很多的時候 來不及了 來不及掛 算了只有三個旗桿 你怎麼升啊 不過我們看一下 他的業績 有沒有跟他的這個知名度 成正比 是 看一下 他現在還在新貴 他今年會申請上市 沒有這個意外的話 明年他就是正式的上市了 對 他以前的股價在金融海嘯的時候 跌到3塊 雞蛋骨誰敲骨耶 這表示那時候有危機啊 對 現在呢 101塊 哇 30倍耶 哇 清水變雞湯 真的 這個就是超跑的速度 是 然後我們看一下營收 他資本的現在大概19億 並不是很大 然後呢 2010年的時候呢 營收大概是25億 現在50億 成長了一倍 EPS呢 是0.94 不到一塊 現去年呢 大概有4塊多 所以從他的業績面來看 所以 這家公司真的是起飛了 坦克尤先生 起飛用超跑的速度 在賺錢 在印鈔票 他們怎麼辦到的 再來給大家見識一下 你看喔 我們剛才講過了 英國女王呢 就是這個巧心的客戶 對 哇 英國女王如何 這何等的珍貴嘛 他的車子呢 安全性啊 舒適性啊 都要打造 我們來講 這個輪圈給鏡像拆 一千多少錢 輪圈一千 五千 六千 八千更多 五千對 五千英鎊 五千英鎊 好 單位是英鎊 對 英鎊 台幣24萬 一台車有幾個 四個啊 就將近百萬耶 可以買那種高級的車耶 所以你看英國女王的賓利 四個人來輪框到到的 另外再買一台進口轎車了耶 沒錯 再過來講 貝克漢 是 貝克漢夫婦啊 有一次啊 跟這個Range Level合作 對 打造全球限量只有五款 這五款喔 用的也是巧心 看了以後 貝克漢夫婦說 好啊 好喜歡啊 哎呦 不可以跟人家分享 五款的車 五輛的車 全部都要 因為它的輪框 激進 精品 無瑕 漂亮這個程度 本來也許要賣人的 就通通打包回家 打包回家 對 所以喔 這個巧心的客戶是怎麼樣 往往是喔 這個車喔 其實全部都設計 打造好了 就是等巧心這個輪圈 把它鑲進去 有時候客戶很龜毛啊 像被看這種人啊 他是要求很多的啊 欸 我這邊再改一下 這邊再改一下 而且還限制喔 你要如期交貨 但是呢 對巧心來講好事情 越龜毛的客戶呢 越讓他的功夫怎麼樣 磨練得越厲害 你在大牌嗎 你越龜毛沒關係 我慢慢讓你等 剛剛蔡總講到一個動詞 我眼睛就 亮起來了 香進去 你如果不是補充 不是鑽子用香的 但是他們這樣的輪框 就有這個等級 對 就是要用香的 就代表了一個很高級的工藝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輪圈喔 是 最難做的啦 最輕的啦 最精緻的 最線的 好 我們單獨來講一個 是 很特別的 對 最難做 來 鑽香 這是什麼 金沙巧克力 我們在講輪框裡 拿巧克力幹什麼 對啊 你以為情人姐 不是 情人姐還沒到 是 但是喔 這個是BMW最新的電動車 i8 是 它的烤漆的公差喔 不能多以100公克 100公克就是這7顆 金沙巧克力的重量 所以 BMW最頂級的i8電動車 用的也是他們家的輪框 對 但是我們來解釋一下 觀眾一定很難理解 哎呀 為什麼100公克 跟電動車有什麼關係 而且 烤漆烤了就烤 就把它弄得均勻 還計較到100公克啊 現在電動車的充電站很多嗎 不多 那這樣喔 你假如這個輪圈的漆 多了這100公克的話 恐怕 會怎麼樣 開不到那個充電站 可能差一公里 就掛在哪個地方 我用多厚多薄的烤漆 導致你車子能開多遠 都精算到這個程度啊 所以這個難不難做 非常難做 對 再過來我們講 是因為一個Case 我們看到 你假如到西伯利亞的時候 可能會零下40度 那很冷的地方 但是你到中東的沙漠 可能是40度 所以那個差距 溫度的差距 可能有80度或100度了 是 來回就80度的溫差 那我問你 是 金屬會不會熱脹冷縮 會啊 這個是物理常識 對 但是熱脹冷縮了以後 你不能你這個輪圈掉了 輪胎掉了 這車子不能跑了 你那四個人 燒手去找電燈回來倒 所以這個工藝的技術 要不要非常的厲害 只有巧心能滿足 好 那巧心啊 我們再看一下 它還有幾個特點 再過來一個特點就是說 它要求的工藝 是小數點後面三位數 什麼叫小數點後面三位數 0.00幾這樣子 剛才那個溫度就是一個case 對 那假如小數點後面三位數的話 就是航太 用在飛機 航太這種工業 那巧心他們現在最新的 也申請了一個認證 是 整個飛機裡面整座的椅子 他們也會做了 所以你以為說 一個傳統汽車工業裡面的輪廳 結果人家已經做到航太等級 到小數點後第三位 幾乎到了一個極致的地步了 還有我們要補充一下 巧心啊 為什麼能成功 除了小數點後面三位數以外 另外一個 它賺的是慢慢的錢 什麼叫賺的是慢慢錢 其實它做的是什麼 假如剛開始它做低價的話 它也許很快就賺到錢 對 但它訴求是一個高端高價的產品 我們就拿中國最大的這個輪圈 戴卡 戴卡一年做 輪圈做3000萬顆 這麼多 巧心只有它的3%不到 只有做80萬顆 那怎麼比 但是戴卡的話 一個輪圈33塊美金 台幣1000塊 帥嘛 所以戴卡很快 我走低價 我很快錢就進來 對 但是這個巧心不一樣 巧心最貴的輪圈 一個是戴卡的240倍的報價 所以是精品跟十元商店的差別 對 再過來我們講 它的工法是一個懸壓式的 一般做這個輪圈 是金屬 比如鋁 把它加熱 然後倒進這個模子 這個叫做什麼 鑄燥 但是它這種懸壓式的話 是在常溫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看過那個 什麼第六感生死鏈 對不對 那個男女主角在那手拉胚 對 就是用這種室溫手拉胚的方式 來懸壓出來的 所以它重量是鑄燥的1分之1 強度是5倍 散熱是3倍 所以蔡總講到這個懸壓 我們特別好講 這真的就是他們的秘密武器 為什麼 全台灣的民間機構 只有這麼一台在民間全世界 這是管制出口的 而且這一部是可以 鍛造大砲等級的 所以這個就是軍規 軍事的規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哇 你以為超跑 更厲害的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畫面上看到的是 美軍的裝甲車 黃豹的這個輪框 哇 用什麼 用這一個火箭彈 把它一炸 炸了以後 你看整個車子燃燒了對不對 但是呢 炸成爛鐵了吧 爛的鐵啊 哇 就這個畫面 你看到 就畫面嘛 對不對 炸了以後 火箭彈是不是直接命中 是不是 命中了以後 車子毀掉了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焊馬車 毀掉了以後呢 結果我們看這個輪胎 輪胎破裂了 但是輪圈 輪框 還是頑桃如圈 你再看一下這個慢動作 剛剛這火箭彈一整個射過來之後 有看到沒有 整個輪胎是爛掉 但是輪框都沒看到 所以這個是誰知不知道 美國駐伊拉克的戰場裡面 所用的輪圈 就是巧心的產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灣的輪框 巧心的工業有多厲害 藏身在馬鈴薯田的巧心公司 通通Made in Taiwan的 那繼續呢 我們要請趙華來給我們看一下 其實呢 巧心說到這家公司 它不是一開始就這麼厲害的 我們剛好看到 它整個獲利的圖 蔡總帶我們看到 曾經也走過了雞蛋水餃谷 他最落魄的時候 居然有一個巨人 來給他送來即時的大補 還是誰 Apple 他跟Apple還曾經有過這麼一段 但為什麼他氣Apple而去 大家搶著要啃金蘋果 他不要 一個幾乎已經在路邊 潦倒落魄 身手乞討的人 對 要給你一顆金蘋果 你卻不要 這就是巧心喔 求之不得啊 剛剛蔡總已經介紹 巧心現在輪圈有多厲害 可是在1994年 就大概20年前 對 巧心做什麼的呢 他是做高爾夫的球頭 也是一個鍛造技術 可是球頭是一種高級娛樂 高級娛樂市場其實已經很成熟了 沒有什麼成長率了 對 那台灣其實會做球頭的公司很多 什麼大田富盛居民 那巧心那時候就在想說 如果我一直在這個球頭產業裡面 著墨的話 第一是它的產值不高 成長率也不高 所以呢 我有這個材料技術 應該去挑戰更高產值的產業啊 就是汽車 可是郡先生你可能不知道 汽車跟球頭裡面的那個技術差距 像一座山那麼高 你送一個球頭的樣 可能半年可以過 你送一個汽車的樣啊 三到五年的認證期跑不掉 所以你就知道 當總經理這個石成澤先生 做了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這是一個巨大的賭注喔 的確是 而且他那時候跑到德國去學技術 結果一瞬間 把他半個資本額都燒掉了 去學那些鍛造技術 去進那些機台 是 那在2000年的時候 OK 他做了第一個輪圈 送到通用汽車去認證 結果呢 光是在疲勞測試 就被打回票 拜託 我們的輪圈要跑20公里耶 你巧心的東西 跑10公里就壞掉 所以金屬最怕疲勞 一疲勞的話 他結構可能 崩散 他可能貓去 變形甚至整個碎裂 沒錯 因為汽車工業 為什麼認證要那麼久 他載著人耶 輪子在路上跑 一個輪子飛出去 會輪圈碎掉 上面的人如果出了意外 怎麼辦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嚴苛 那通用立刻把他打回票 他不放棄 繼續的努力 終於做出讓通用滿意的產品 你看喔 他2000年研發 2001年的年底 通用才讓他小量的出貨 一直熬熬熬 熬到2007年 終於 克萊斯勒福特通用 就是所謂的北美三大車廠 對 全都變成他的客戶 是 意氣風發 終於要把以前投入的資本 拿回來了 所以我們看到 第一個被打槍的這個輪胎 開始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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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出了一道的軌跡 通往成功之路 可是也沒那麼順對不對 唉 07年 產業景氣的高峰 08年 金龍海嘯來了 哇 瞬間訂單少了9成 怎麼辦 寒冬來了 本來想說咬著牙 好不容易熬出頭淚 對 撐撐看 結果我跟妳講 他的客戶更慘 北美三大汽車廠 幾乎都瀕臨破產 是 根本就沒有訂單給他 怎麼辦 這時候啊 所謂的EPS每股盈餘 跌到-2.98 股票像幣子一樣 剛剛蔡總有講3塊錢 對 所有的股東就簡直是心灰一輪 算了算了 大家高層減薪 員工通通去放無薪假 甚至資本還給他縮減 對 根本就是要倒閉的樣子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竟然 蘋果來了 蘋果發現 你的鍛造技術不錯 都可以應用在汽車工業了 那我的iPad訂單 好像也可以讓你試試看 那真的是要發了 就是巧心的一個轉機了 金蘋果送上門 一年一千萬台耶 你要不要 要 開心 一開始超開心 他還跟 就時辰的總經驗 還跟蘋果說 我跟你講我報價 立刻給你砍三分之一 便宜接單便宜接單 蘋果也覺得好啊 阿沙利就跟他談 一拍即合 對 可是談了一年之後 石總經理突然說 對不起喔 我現在沒興趣了 我不要接你們的訂單了 拜拜 金蘋果大補完耶 而且熬了一年喔 已經很窮了喔 千萬台的訂單在眼前 他卻說我不要了 那我們這位石博士 他到底在想什麼 石博士說啊 你知道跟蘋果配合 第一 你要去寄一些特殊的加工機台 一次就好幾百台 而且這些加工機台 只否蘋果的iPad 如果今天他的訂單不給你 這些就是廢鐵 但我固定資產 成本會已經砸下去了 對 他還沒有買 他只是評估 對 然後再來呢他也會去想 蘋果啊他跟他講啊 你現在還沒出貨對不對 對 三個月後你的出貨就要降價 欸第一台都還沒有出耶 就跟他說 我也是要理訂降價計畫 對就跟他說 三個月後我們產品就要降價 所以你自己跟我們報價要降價 對 他就覺得要是我今天真的接了 是金蘋果還是毒蘋果 我真的不知道欸 心想越想心越冷啊 對 所以他竟然在這麼存亡的關頭 你知道所有的股東都 蛤你怎麼做這個決定 就是啊 很不能諒解 可是他就把訂單推掉 推掉之後他就跟股東們說 沒關係 我們合作這一年喔 不是只有付出 我們學到了很多技術 尤其是表面加工處理的技術 這個我們學得很好 所以呢我們可以拿來應用在 我們原來想發展的 就是輪圈上面 所以 學到了表面加工細緻化 金屬工業的 懂種技術之後 還是要回到輪框的本頁 你看這已經不是 北美三大車廠的等級了 哇法拉利啊 這一台是什麼 法拉利的輪圈耶 他就幫法拉利送了一個樣本去喔 是 你看這個輪圈是法拉利458的輪圈 他這個整個鑄造鍛造的時間 比過去多了五倍那麼長 可是這個細緻的程度 像嬰兒粉嫩的小屁股那麼滑 輪框耶 輪框你把它形容成嬰兒小屁屁的 膚觸 嫩嫩 就是你用手摸是一點點那種 阻擋你的手都沒有那種感覺 這一種字眼只有出現在 小朋友的包屁屁的廣告上 對 那法拉利非常驚訝 然後B&W聽了也說 真的有這回事嗎 會不會太誇張了吧 太誇張了吧 我們也來試試看 對 結果他就先小量試產給B&W 也很滿意 結果B&W居然還搶在法拉利之前 就先下單 B&W 德國公益不可思議 對 B&W下單之後 Benz當然也來了 法拉利 藍寶建議 就是那些名車 等級一從北美三大車廠 變成世界頂級豪車 所以趙華講的這一段 當他推卻了金蘋果之後 回頭他透過這個 融嬰兒般付出的這個技術 敲開B&W的大門 對 後面就源源不絕了 而且都是一流的跑車 對 現在他的產能利用率多少 多少 130% 什麼叫130% 130%就是你接單 你接單130台 其實你只能出100台 爆了 你的產能爆了 那一般人就會想說 欸 那麼好的生意耶 現在輪圈這個毛利率也很好耶 要我就趕快擴產啊 這位石博士又不一樣了 他說我們就保持 只能出這100台 我就讓他維持超過 百分之百的這個訂單 對 搭配產能的數字 30%的訂單我們就先不要 為什麼 第一 我可以挑訂單 對 如果你要來跟我殺價 對不起喔 我都接到爆了喔 我爆什麼價 你最好就接受 而且你最好乖乖等 剛剛蔡總不是講嗎 他們流行 錢我就慢慢賺 心不貪 他就是做千分之一的生意 對 第二 因為你的生意 就是你的品質做得精美了 所以你的客戶就越來越高端 等於說別人要跟你競爭的時候 不容易啊 你都做到嬰兒般的孵畜了 對 石博士說一句話 我又覺得很出名 他說你的車顛一顛 如果沒有5萬美金 別來找我們 對 沒有錯 所以你說 是不是來找他的 都是一些很高級的客戶 對 那他就可以再篩除客戶 對 所以他就說 其實他的報價是 年年調漲 客戶年年買單 現在他的訂單看到三年後 所以你可以去問石博士 三年後這些雙B跑車 要出什麼車 他都知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居然連輪框 都有辦法做出 如嬰兒般的付出 這麼一等一的技術 也難怪了 像Benz BMW 還有賓利 還有Jaguar 你看看這些名人 他們的車 要不是台灣 這個Super One的這個 所謂的厲害的技術 怎麼上得了路啊 因此劍員 我們看了其實除了 輪框的技術 嚇死人的厲害之外 你還要到我們前進 大杜山山腳下 這一間公司也非常厲害 他們做什麼呢 他們做的是 變速齒輪箱 這個技術他們如何靠著用 法司二十分之一 價格跟這個程度 搶下了特斯拉的訂單 把特斯拉推上世界的頂端 我們剛剛講在一個 番薯田對不對 現在它是在大杜山下面的 一個鐵皮屋做起來的 這家公司叫做核大 可是我們先不要講核大 我們先讓他知道說 什麼叫做變速箱 我們知道說一台車子 最重要的就是引擎 但是讓引擎能夠發揮 它最大的一個威力 就是要靠變速箱 所以很多東西 變速箱可能都從國外 進口到台灣來做組裝的 然後現在最熱門的電動車是誰 特斯拉 我要跟俊江哥報告一下 我兩個月前去美國參加一個 法拉利的加年華會 很多很多法拉利車來不稀奇 美艦車都很漂亮 所以那邊看到的輪框 很可能就是小心做出來的 除了看到法拉利之外 我看到另外一台車就是Tesla 那些富豪開法拉利覺得不稀奇 旁邊一定要買第二台車就是Tesla 為什麼 因為看起來外型很炫 那時候我在台灣那時候過來做 我也採訪過 我也試駕過 看起來裡面很有科技感 超大的這個螢幕 看起來全液晶的螢幕 看起來最重要一點是什麼 完全沒有聲音 千萬可以能想像嗎 開台車完全沒有聲音到 什麼樣的一個感覺 我那時候正在開 在台中開的時候試駕的時候 開到一半 前面有一個人他正式仗 他用那個拿拐杖在走 我已經停下來在等候一燈了 他竟然沒有感覺到 我的車在這邊 他一直走過來 真的嗎 他沒有聲音到 所以你車子在旁邊 多少都會有一些機器低頻的震動 完全安靜到彷彿時間都靜止了 他竟然沒有感覺到 就這樣走過來 我還看 這邊有車 這邊有車 他才感覺得到 所以今天這一步安靜到 連市場的朋友 都感覺不到他存在 他為什麼安靜靜悄悄的存在 是因為變速箱是Made in Taiwan 他的變速箱厲害到 就是完全聽不到聲音 Made in Taiwan 那變速箱背後的人是誰 就是核大人 核大人他去生產去做的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變速箱為什麼這麼神奇 他裡面包括插速器 傳動車等等 全部加起來的零件 就高達好幾千個 你要讓他做到完全沒有聲音的話 你裡面中間這些精度 所謂的精度 就它裡面的那個差距的話 你要做到完全就是幾乎是沒有的 所以車子要安靜 就是要靠變速箱 變速箱要能夠非常好的work 當然就是gear 它的這個精度要做得很好 今天就要來告訴大家 藏身在大渡三角下的這個 核大公司到底有什麼能耐 OK 他最早的話其實 坦白說他並不是這麼厲害 因為他最早是做 機車的變速箱出身的 做機車 オトバイ 不是汽車 但是其實他做機車 做了二三十年的時間之後 到了1998年 轉機來了 那時候在美國 剛好有兩家的變速箱場 在做一個訴訟 防茂訴訟 其中有一家 他覺得他快輸了 他覺得這樣子不行 因此他在一個車展上面 看到核大剛好有在擺攤 你知道擺機車的攤子 機車變速箱的攤子 他覺得不 來試試看好了 他就找上了核大 就是我本來要做四鏈 我看到做兩鏈的藝人手 我來探望一下 來問看看 核大這時候覺得說 反正你做二三十年 技術應該夠了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結果已經說要去玩了 怎麼技術跟汽車完全不一樣 我剛就剛才跟你講到 他是要二十分之一 一根頭髮的精細度 要做到二十分之一對不對 他那時候只有四分之一 你要做到汽車的 第一個認證的關卡是什麼 你要先把它做到十分之一 他為了要達到這樣的一個水準的話 他第一步 核大總計他認為說 好吧 那我先把進口的零件 轉為由我們中鋼來做處理好了 在台灣當地也好方便 好處理 第一個找中鋼來之後 接下來一步一步就來了 他把他的零件 經過一百萬次的強力扭打 什麼叫做一百萬次 我們隨便的一個零件 一個鐵的鐵件的話 你所謂經過一百萬次 貓起來變形壞掉了吧 不斷的打 不斷的敲 測試他的扭力跟他的強度 要一百萬次 也因此 你今天會看到精度要提高到 從四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十分之 進而變二十分之一 我就從源頭來控制他的品質 我不買國外的鋼 我就買中鋼的材料 中鋼材料還不夠 你中鋼材料原料OK了對不對 那接下來就是試駕 做的測試的話 他光一台車 他光開測試 他就開了三個月 都不休息 你要都不休息 而且不故障 OK了 他這樣才算通過 他要做到這樣的一個品質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他要開十萬公里 確定這個變速箱 完全沒有問題 他才算認證通過 他經過這三關通過之後 不好意思 俊翔哥 你知道要花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 他花了整整四年 都沒有接到任何的訂單 就為了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看過 一個又一個的台灣傳奇 接下來光輝 帶我們前進南投 中章頭的南島 八卦三角下 另外一個傳奇 他們在做什麼 就做所謂的安全防護氣囊 為什麼呢 這個氣囊 怎麼樣的一個生產工藝 可經得起一百萬次的千錘百鏈 你想想看 你剛剛提到安全氣囊對不對 對 重要就是安全 也就是說你不能有任何的食物 對 也就是你做一百萬個東西 是不能有任何的瑕疵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難度很高 這是千聞數字 可不可以 好 一百萬 他做這個安全氣囊 你注意 全球的安全氣囊市場很大的特色 就是說它是大者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的可靠度夠 所以你市場會越來越大 全球總共有三家 第一家就是瑞典的叫做美安 美國叫天和 還有日本很多人在用叫做高鐵 全球三大家公司 哪有它立足的地方 今天為什麼會有一個它冒出來 所以你注意看 如果它大陸這些供應鏈之後 代表什麼樣 包括BMW Benz 雙米特 奧迪整個高級車 日系的Toyota 全部納入它的一個供應鏈裡面 相當的不容易 是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做什麼東西 其實 我們知道它 因為它做了那麼多供應鏈 給這些所謂的廠商對不對 對 那你注意看它的營收 我剛剛講過 因為這種是一個特殊的行業 是 因為你東西只要好 只要安全的話 人家就會用你 用你你的營收自然就會攀高 你營收攀高的話 之前曾經高達150塊 所以我們看到說 今天各大車款 高級的中級的低階的 通通在這三大公園內 我打得進去我就吃不完 今天它辦到了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反應這個東西 對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要看一下 當時它們在做什麼的 是 其實建嶺以前它是做什麼 各位看得到這叫做衣架 三間 它就是做保護公司的那個 櫃子的那個衣架 還有一般我們常用的衣架對不對 好 那當時衣架跟這個 有什麼關係 這差重的 差重的對不對 這個看起來是非常低階的技術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在工廠 像我自己是南投人 對 我們的工廠 我們說黑手對不對 對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個衣架 準說我比一下就好了 是 我這間工廠我生產100件 對不對 你同樣是一家工廠 你生產100件 但是我的 這個所謂的品質有沒有 是百分之百 對 你的品質可能就 可能一百次 可能一直壞掉對不對 那請問你 是我賺錢還是你賺錢 當然你都給你賺錢 是不是我賺 所以我們說 決戰你勝負 最後還是回到良率 那有什麼 黃董他們會這樣想 因為這種衣架本來就是 低毛利率的 對 我用一支做好 不要壞掉 就賺我多賺 是 所以導致於他們 企業的邏輯思維是什麼 我要把品質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做的一個衣架 他的品質都非常的好 已經習慣了 變成公司的企業文化 品管要做得非常的好 不過現在大家也是在問說 你現在說都是三件 非常low end的技術 他為什麼最後居然給他切進去 這個也算是高科技的 這個所謂的防護器囊 他怎麼辦到 那因為他的品質好 信用作料有搞對不對 是 曾經有一個德國的客戶 我曾經在問他說 那個 德國不是叫諾貝爾火藥公司有沒有 當時是這樣子 因為 在92年的時候 那時候汽車開始講就是一個安全 所以那時候已經開始做所謂的安全氣囊 諾貝爾公司 他就是要做這個安全氣囊 都必須 有沒有供應很多的零件 結果有一個德國的朋友 跟這個黃董他們講說 不然你們要做安全氣囊 那有一個管子 要引爆 對 他說好 我們就做做看 你看他非常有自信 為什麼他對他的品質有主心 對 反正就是誰接下來 到時候要怎麼做 到時候要修正就好 你就接一下就好 那就做看看 對 那既然接出來說 發現怎麼樣 他既然可以怎麼樣 成功能夠100萬隻幾乎是零瑕疵 相當的不容易 這就是他們從做 你不要小看一架 就是他們一路下來 七月文化帶來的結果 所以他剛才做冷天 跟現在做這個所謂的防護器囊 德國公益不可思議 他居然通得過德國人 如此天般的要求 我們再來看 我說這個難度難在什麼地方 我們知道這個安全氣囊 如果他要引爆 我們知道這是撞擊 你撞的時候 他馬上就要引爆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引爆的話 那你裝這個整個廢物了 所以他在0.3秒必須做引爆 那我就說 這個安全氣囊引爆 他會有一個鋼管 鋼管裡面會有火藥 那你火藥的話 就像我們的槍管一樣 你裡面有一個叫做鋁豬 鋁豬 鋁豬就是像這樣火藥 它會突出 那個安全氣囊 才會反應 才會爆開 那你想想看 如果那個豬子在鋼管裡面 對不對 如果假設你鋼管太大 鋼管太大 豬子太小 裡面就有空氣了 你引爆的時候會不會穩定 你不會穩定 所以說 你的空如果太大 空氣都漏光了 你就必須要非常非常符合 這非常非常難 然後那個洞太小 增圓太小的話 那個豬子根本推不動 其實我告訴你 光這個鋼管 這個無縫鋼管 我們台灣才沒有資料做 那個還會 德國進口 你看那個要求的品質看多好 是 然後這些東西進口之後 那交給它去加工 好 那我們說 這個安全氣囊 它的 為什麼它的重要程度 有沒有那麼重要 你知道在13年的時候 我剛剛不是講過 有一家叫做高田嗎 有一家日本最有名的安全氣囊 三大廠之一 它那時候在13年發生一件事情 全球它總共安全氣囊的那個 報 引發晶片 你知道 出問題 全球總共造回340萬量 就對了 我說全世界就這30間 你就1 3分之1 全部造 包括台灣當時有統計 那個時期做出來的產品 可能就超過 用到他們家的通通造回 大概4萬量 瑕疵品 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這些大廠他們要求 你給我的人主件是多麼的精細 所以你可以看到 100萬件出來 樣樣過關 好 我再舉例子 我說德國人 我們剛剛講德國人工藝很棒對不對 對 好 那德國人工藝棒 主要原因是他們對品質的要求 是 好 那它的品質怎麼要求呢 比如說 它會有一個手冊 比如說我們現在 我去做品管對不對 對 我檢查你的東西 我可能說你這項符合品管 你這項符合品管 打到哪裡 不對 它是什麼 一整本 拿幾本來檢查 對 就是按照說 比如說現在開始我進入到工廠 你的機器有沒有問題 好 這個地方就開始檢查 你機器有問題嗎 這張線 那機器的調線 你生產線有什麼問題嗎 這張是什麼 你的資料 這張是什麼 你知道嗎 幾乎是整本在檢測 所以 龜毛的德國人 拿一本手冊一個一個檢查 沒有錯 他就說專注完美 激進苛求 對 還沒有完 除了這個以外 還要經過什麼 比如說像紅外線的探照 對 還有所謂的顯示的影像 去看說到底你做出來的產品 有沒有瑕疵 所以我們可以想得到說 跟安全有關係 你不能說我可能就是一兩個瑕疵吧 那會出問題 你想想看一個瑕疵 是全球汽車全部召回 只要有問題全部召回 所以一百萬件的產品裡面 都完全是零瑕疵 這個就是真的台灣之光了 真的有厲害嗎 很厲害 一年生產7300萬顆安全氣囊 樣樣都通過 所以我們看到這一個一個台灣傳奇 我們通通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我們要休息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滿座 我們準備要開動了 給那個提加小尾牙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我們請到兩位 黃先生跟陳先生 剛剛講過 為什麼月入9萬 他們貿然的 一然然決定要投入這個行業 因為他們要加盟自己做老闆 他們的心路歷程 等一下說給你聽 當然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想跟他們一樣 我也想不想做老闆 或者我對這個生意 也有一些想法 但是我想聽聽專家的意見 讓我更好賺更多錢 歡迎來到5G新聞王的臉書官網 給我們留下聯絡的方式 我們邀您在節目現場 就像兩位一樣 就在我們節目當中 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專家來幫我們把把脈 要怎麼賺大錢 不要走開 我們要看看 �